这什么事啊 怎么了 什么情况啊 云兰万色 五月朝宗 云兰万色 五月朝宗 云兰万色 五月朝宗 云兰宗这么好的嗓门 怎么不去卖豆腐脑啊 是嘉南学院的长老吧 我是若林 云兰宗的人来这里做什么 搜查 今日山中出现一只妖怪 杀了我们五个门人 云兰宗主传下令旨 务必要抓到凶手 擒拿击杀 所有魔兽山脉附近的帮派家族 拥兵团体 我们要一一地细细搜查 我身后这片营地 是嘉南学院学生的肃营之地 你们若非要进去搜查 也不是不可 不过 请长老明示 问他 我倒是不知道 这魔兽山脉什么时候落到 你们云兰宗的手里了 我可是奉嘉南学院长老之命 来保护这些学生 你们若是擅闯一步 休怪我无情 什么人在此撒野啊 韩哥 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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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都是我的学生 没什么可查的 速度退去 韩阁主 我这是奉命行事 你们刚说 什么妖怪来着 是一个绿色头发的女孩 一个女孩 杀了你们云兰宗 五个弟子 绿色头发 使得什么招啊 他 他 他他他他把他们给吃了 吃了 这世人是瘦啊 那女孩儿乃阿难毒体之人 步步有毒 我云兰宗有斗性护身 倒也不怕 不过他和紫荆益狮王在一块 难缠得很 你是说你们见到了紫荆益狮王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这样的神兽喽 他骑狮子偷袭了我们的领地 杀害了我们五名师兄 那五人被咬得粉碎 尸骨无存 来啦 来啦 狮子又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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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叫我去换换他 我去换换他 后退 后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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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云兰宗 known execution 你看 人可能 referring to your 你又要上门送死了吗 偷偷偷偷dy 小也哥哥 少爷哥 你回来 少爷 走 听说白天 你们从这儿下到悬崖里去 怎么样 有受伤吗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不用管了墨角的 你对血踪了解多少 不了解 你问这个在什么 这是姓名攸关的事 就算你恨我 也要告诉我实话 我的确跟血踪的人 打过一个照明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那你身上的异伙是怎么来的 跟他们交手的时候 异伙是否能克制他们的斗技 什么异伙 你与白山交手的时候放出的 台下有见识的 都知道那是异伙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到 我收到家里八百里来说 血踪犯狼 也进入斗七大陆 要对五大家族下手 我家首当其重 听说异伙 能克制他们的独门斗技 我便来求证一下 我连你都打不过 他俩来的什么衣服 更何况纳兰家斗技超取 得虚位去血践 纳兰小姐 你也太看得起我硝烟了 你若还记恨我 来赐我一件便是 家中有大事 我只能厚着脸皮来求你 血踪的可怕之处 主要是他们的血液里有毒虫 也就是蛊虫 只要中了他们的毒 蛊虫就会进入血脉 就会对下谷人言听计错 唯有用一火烧遍全身 才有可能去除 我知道的 就只有这些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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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长老 外套了不是 这儿也没外人 按辈子 你得管我叫一声师叔啊 大指头 你把老头 躺藏哪儿了 什么老头 跟我装糊涂就不好 我师父 药臣 我知道他就在附近 说 藏哪儿 你觉着你今天不说 你能活着离开这儿吗 挺有胆儿啊 想动手是吧 咱俩过招 那是同门过招 正好我看看你的功夫 放马过来 叶分尸浪池 这招就兴允阁的摘兴手 你娘没教过你了 这什么破碍啊 这什么破碍啊 不是咱们星运阁的东西吧 重来 今儿是 我都不来 它是 尿寸 为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赵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你也没学到 你娘怎么教的 就这儿还敢跟我动手 有杀就杀 别废话 我可以不杀 只要你告诉我 老头藏在他 把他教出来 冲着我尸几 我饶你一命又何妨 要我说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你也得告诉我一件事 条件还不少 好 说 你是怎么害死我娘的 告诉念无妨 魂殿的主人 也弄了我一个 让我无法拒绝的好处 条件就是杀了师父 所以我趁他不备 轻而易举地夺了他的性命 当初 我把他的血涂在自己脸上 出去喊人 等我回来的时候 大家伙都看见你娘 在师父身上哭 你娘是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 直接杀出楚梅就跑了 是吗 后来才听说 他被四大家族围固 畏罪自杀了 其实这件事情呢 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境 直到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异乎 我才明白隆心 好 你 所以就叫你让我全部搬进来 等我一起封印在这儿 现在请你 把本来属于我的一会儿还给我 把老头交出来 我保你不死 你找老头老头也在找你 你放心好了 你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我七年前敢杀他 你以为我现在就怕他吗 我娘当年 忍辱我不高 偏上性命也要保护要劳 人间有忠义二子 像你这样的人 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你呀 我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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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被你徒弟害死 你却还在睡觉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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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抢世王的东西 我见一个杀一个 姑娘 我不是你的丑人 是你啊 姑娘 我身上有好几瓶丹药 有一瓶是有来疗伤的 你帮我取出来 给我一个好不好 我这里有截毒的 你看你都中毒了 你也吃一个 晚上我们俩一起出去 你都到这儿来了 还想出去啊 你都已经中毒了 你还笑得出来啊 我不是中毒 我这是恶难毒体 剩下来我的血液里 流的就是毒血 比毒蛇还要毒 这种体质是代代相传的 我娘就是这样 这恶难毒体 有一个专门的功法 叫做天毒功 那些毒蛇毒虫子 都是我养的 都是我练功用的 他们都听我的指挥 姑娘 天毒功可是一门邪功啊 处处是二于无形 练了他的人 都活不够三十岁 你这是何苦呢 你听我一句句 恶难毒地 虽然是天生的 但你也可以选择 做一个好人 是不是 你这人真的是迂腐可恨 你说话就说话 你放什么脸啊 你跟我爹一样 就是个烂好人 我从出生的时候 他就恨不得把我弄死 多亏有我娘护着 我才活到了五六岁 别的小孩打我 欺负我骂我 我爹总说是我的错 逼着我去跟人家道歉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连我爹都觉得恶难毒体 天生就是错的 后来我娘一期之下 他就叫我练了天毒功 他让别人都怕我 谁要是敢欺负我 我就堵死他 那你娘 那你爹 哥真不是东西 这回你还算是说了句人话 姑娘 你为什么要来魔兽山门 此情一世了 为什么会听你的话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后来 我爹知道我娘 偷偷叫我练功的事 跟我娘吵了一架 就把我娘给休了 我一气之下 就离家出走了 我就想着 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死了算了 是这紫荆益世王把我给救了 从此以后 我和紫荆益世王去相依为命 那天 那些穿着白衣服 拿着剑的家伙 要抢走世王的半生紫荆园 而且世王还受了伤 我为了保护世王 我再偷偷埋伏在树林里 给他们放个毒 这个世界上最坏的 不是恶难毒体 也不是魔兽 是人 姑娘 云蓝宗做事 真是招人狠 可是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好人 还是很多的 咱们 也可以是想做一个好人 对不对 你觉得你是好人吗 我不是坏人方丈 那我问你 你们到山上来干什么 失恋 失恋干什么 打魔兽 打魔兽 人家魔兽打你们没有啊 魔精是人家身上天生的 你凭什么抢走啊 打魔兽 取魔精 可以提升斗气啊 难道你认为 魔兽生下来就是该让你们练功用的吗 人家要是练功 今天摘你的肺 明天拿你的新的 你愿意吗 我练功的时候 那些毒蛇毒虫子 我都不杀 还天天拿血胃他们 拿我自己的血胃他们 你们这些人真是坏透了 还说自己是好人 要是 可是 取魔精 还可以练担救人命啊 救什么命啊 生病了 受伤了 死了就死了呗 死了活该 难道魔兽天生生下来 就该是让你们做药用了吗 你们迦南学院 不是口口声声说 要什么行善除恶 我看啊 最恶的就是你们了 还有那些佣兵团 还有那些修炼的斗争 个个都该死 我说不过你 姑娘 你歇歇傻 让我把那药吃了好不好 我现在 你眼前 已经看不清楚了 耳朵也汪汪作响 我再不吃药 我真的还要死了 吃什么药啊 反正也都快死了 你也出不去了 尸王也受伤了 你就乖乖地待在这儿 给我们陪葬吧 不够这样 人真 只要 还有 还有一口气 就还有 就还有无限的可能 姑娘 你 把我疗伤 我 我一定帮你 找云兰总报仇 好不好 我杀了他们几条人命 已经够本了 现在 尸王已经身受重伤 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我呢 已经想好了 我也不想出去了 我就在这儿陪着他 你呢 你是来杀魔兽的 你本来就没有按什么好心 你死在这儿还冤了吗 别挣扎了 到哪儿算哪儿吧 姑娘 我的师父 是天下第一类药师 只要我能活过来 你的肚 我能治好 世王 我说不定也能治好 拜托你了 甭帮我 我觉得 还是一起死了好 省心 你爸 你爸 萧嫣 萧嫣哥哥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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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是你害的她 决衣嫣 昨天晚上她找你来找 萧嫣 修知道她一见了你就会出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记着 她少跟好毛 我杀你全家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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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冤枉好人 跟我来 放开 就是这儿 昨天我和萧颜 说完话就离开了 你看这树 周边的草 都有被斗气所伤 被火焚烧的痕迹 一定是我走了之后 萧颜被什么人袭击了 你说什么我叫夕吗 我只记得昨天萧颜哥哥 见了你之后才失踪的 碰你脱不了干系 你 薛儿 我看打斗痕迹 到这边就没有了 也许萧颜 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我们一起去找找吧 走 走 怎么样 死了的感觉很舒服吧 我死了吗 刚才在阎王那儿过过堂了 他说你坏事做得太多 罚你陪我一辈子 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怎么样 有没有被我骗到 有 姑娘 你简直是太厉害了 我叫萧颜 你呢 先过来 见过紫禁义狮王殿下 狮王在里边 怎么了 你怕了吗 对 你跟他说一下 我要给他检查伤口 我刚才可是听说 你会练药 所以我才饶了你一命 你必须把世王治好 我尽力 人家是跟你治伤 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怎么样了 剑气已经绞碎了肺腑 应该是撑不久了 我做不了什么 你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了 你不许死 听见没有 不许死 你一定不能死 不可以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他身体里的剑气炼化 这样 至少可以减轻他的一点痛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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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我没事 这样的神兽 不应该死得没有尊严 你吃了他吧 这是施王的礼物 半生子晶园 这 这就是半生子晶园 每年丧病数百人 都是为了他而来 你走吧 在洞门口放一把火 把我们烧得干干净净 也算是交进进了 这个半生子晶园我不能要 这里面是小尸王吧 留给他吧 他长大以后 也好对他娘有个念想 我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泡泡妈妈的 天生地埋本来就没有什么 再说了 小尸王长大了 他自己也会长出 半生子晶园的 你摸一摸他 将来他会记得你的 好了 你离开吧 记得在洞口放一把火 把我和世王 火散在一起 我知道 天生地埋 可就连这样的魔兽 都有娘 难不成你是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 你的温暖毒体我能治好 之后 就让我送你回家吧 你刚刚说 你叫什么来着 萧嫣 萧婆婆你快滚吧 我不滚 你告诉我你爹娘在哪儿 我去找他们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死在这里 否则呢 什么否则 你才多大 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我可以介绍给你 我不喜欢很好的人 那 那你跟我打交道总可以吧 我不想跟你打交道 那小双怎么办 老天爷照顾啊 老天爷照顾我 这个山上所有的人都要杀他 你和狮王去见野王爷了 他怎么办 我可是看见你刚才流眼泪了 那又不能说明什么 那至少能说明你能喜欢兽 你能喜欢兽你就能喜欢人 我不喜欢人 我喜欢我娘 可是我娘找不着了 或许她已经死了 我娘也已经死了 好啊 那我去下面 我跟她打个招呼 那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个在乎你的人吧 没有 那你爹呢 我回去我爹也不会要我 什么 为什么 他说我长得吵 我 胡说你很漂亮 我饿内肚体 我能治 我爹说我将来没有男人要 不要 你 你说什么 我 我刚刚 我肯定要 你要我干吗 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去接受治疗 要你像一个正常女孩子一样活着 要你跟我在一起 而不是天天待在这个破山洞里面 跟那些毒虫 蜈蚣 蛇在一起 你是可怜我 我是喜欢你 那你会娶我吗 我会 我会娶你的 我还要带你去见你爹 告诉你爹 这个女孩子她很好很好 可是她现在 亏我了 我 我爹他说得不对 不是没有人要我 童童 有点语 帅气 紫禁翼世王 浩天 你兜气不行 留在这儿别动 我兜气不行 你们可以 打得过世王 去 去不去 要是真碰到 可就回不来了 是 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 会被人看不起 没错 这辈子能和紫禁翼世王 打一场 也是一桩壮举 行吧 师哥我 就跟你们疯一会儿 浩天 干吗 你离我们远点 要是不行 掉头就跑 回去传个话 别让我们死得没动气 师哥 你真啰嗦 走 走 小爷 我叫小医仙 你记住了吗 我是小医仙 记住了 好 我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里 我诚恳地向各位老师同学们道歉 是我硝烟玩心太重 所以我才大半夜地去静子岩 结果就不小心遇到一只 这么大的野狗 还有这么大的野狗 对啊 可厉害了 它还有斗气 把我的寻中尺都抢走了 韩长老 你听说过 魔兽山脉上有野狗吗 你听说过 那条野狗 站起来跟韩长老一样高 这么厉害的野狗 那没把你一口咬死 因为那条狗他傻呀 他傻就让我逃过一劫了呀 幸亏他傻呀 我还真没听说过 野狗还有斗气的 是啊 他的斗气呢 跟我还有点像 再回来啊 我就被那条狗咬得实在受了 我就跳下了山崖 正好就落在了一个山洞口 然后我就倒进去了 你说你掉到山洞里 为什么不呼叫我们了 你不是有哨子吗 你知不知道 那天我们大家找了你一整天 你要再这么让人不省心的话 你让我回去 怎么跟敏腾山长老交代 真的对不起若林老师 我那个时候把斗气耗尽 连吹哨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后来呢 还是一个老爷爷救的我 还有老爷爷 那他是什么人啊 那个老爷爷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不让我说 不过那个老爷爷告诉我 叫我不用怕那条恶狗 如果那条恶狗还敢再冒头 他就亲手打碎他的狗脑袋 不过如果那恶狗 愿意老老实实地呆起 那就让那条恶狗 多活上那么纪念 好惊险的故事啊 若林老师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 好好感谢一下人家老爷爷啊 老爷爷毕竟就懒得学着嘛 是吧 老爷现在住哪儿啊 他也不让我说 他说完以后就走了 他走之前还和我说 他一直都在 而且他还会继续一直一直 盯着那条眼狗 说是九七八八长 你怎么想要不要 不能就说四八十八成八 八十八三 和 YOUR spirit 这里准备你里面怎样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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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来 干吗呢 小妍 你最好多远点 窝斗什么呀 小妍 你真的死定了这回 真的死定了 你斗气再高 也不能得罪女人哪 什么 小妍 可以啊 我有惊艳 死不了 说什么呢 来 跟我走 喂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关女的不是 喂 喂 我看你看什么呀 走 你帐篷里那女孩怎么回事 你说小妍是吧 她就是个意外 你什么时候把自己嫁出去的 我怎么不知道 她 她真就是个意外 而且我是个男的 我怎么嫁出去啊 那个 别说笑了 这 我就是话赶话说极了才成那个样子的 我也不想到 你说极了就把自己嫁出去了 我这一天没有见你 你就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是别人的呢 我就是我自己 你 那个 徐儿 你一个女孩在家家 你少来这一套 你要相信我啊 徐儿 我也是卑鄙无奈的 人家都喊你相公了 你还卑鄙无奈 她都喊我相公了 徐儿 她那个时候呢 在山洞里面 一心要跟子晶一世王一起去复死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我就看着她 这这这这 是不是啊 而且 而且 我 我家仇未报 我还有和纳莱燕燃的三年之月 没有去了结 最重要的是 我 什么 徐儿 你要相信我 那好吧 那你告诉我 那天晚上 纳莱燕燃找你干什么 她问了我血综和一伙的事情 以为和她也话敢话吧 我去给你写信去 我去给你写信去 我没你相公好看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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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跟你妹妹聊了好久 我还挺喜欢她的 我们两个 未来一定是一对好公嫂 李秀雅 外面 怎么了 那个 林秀雅 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 谁啊 好像是佣兵 说是你家人 你家人 我出去看看 那个 好 小一线 娘子 那个 这个箱子呢 是我们用来装被褥和生活用具的 现在 用来装你 云兰宗到现在还在找你 你要是被发现了呀 这时候我们全都兜不住 好吗 那你下了山去去见我爹 然后娶我对不对 我们当然是要去见你爹的 把你交给你爹之后呢 我也就放心了 只是我呀 我还得回去继续上学呢 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呀 我们先不要谈这个事情 你看 你也是孩子 我也是孩子 虽然我们 没有 没有虽然 嘉南学院是不让学生结婚的 对吧 对吧 那我们就不上学了 怎么可以不上学呢 来来来 学费都已经交了 必须得上 来来来来 我呢 先回去 想办法把你的恶难毒体给治好 等把你的毒体治好以后呢 我自然会来找你的 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好吧 好啊 那我就不回家了 我就跟你去上学 白天你去上学的时候呢 我就躲在这个箱子里 然后晚上你回来的时候呢 去来陪你呀 胡闹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上学就应该好好地上 就应该有个学生的样 是不是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是不是已经叫我相公了 是 那我是不是就是你相公了 是 那你是不是应该听你相公的话 是 现在进去好好藏好 哦 哎呀我天 比大魔兽还要累 你妈 你们要出去乱说 我谁都 萧炎同学 呃我们出去透透气 透透气 别啊 加油 你先忙你先忙 走 刚刚不是收拾得挺来劲的吗 快快快快 什么事 听说你刚回来 去哪儿了 被野狗咬了 是啊 差点就被咬死了 不过没事 那野狗啊 也不是你招来 没事就好 像薛儿还凶我 像是我把你害了一样 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 可我是纳兰家的人 事关家族清誉 我必须要澄清一下 我必须要澄清一下 就这样 你 小爷 来 咱们俩好好聊聊 你把他怎么了 他也就是动不了了 说不出话了 你待会儿 我给云山宗主的时候 得要个活的 别动 别动 你的道气级别太低了 他何必还要我揍一顿之后 再跟我聊天呢 你是怎么找到我屋里来的 不 这可说来话长了 听好了啊 我们家纳兰小姐 从那魔兽山脉出来之后 啪中了一针 这一针以后呢 这针可是见血封喉的 幸亏是韩长老啊 见机行事 要不然的话 纳兰小姐早就看完了 但是我细细地问过纳兰小姐 我说你见过谁呢 她跟我说她走的时候见过你一面 你又不会暗器 另外 这个云山老宗主啊 她找人细细地查了一下 紫荆一失亡 已经死了 但是 那个半生紫荆园的气息 是在我们这个嘉南学院里头藏着呢 尤其是在这个女孩身上 综上所述 这几条线连在一起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 她在你的身上 我 怎么样 佩服佩服 那是 隔夜长老 果然是神机妙算 只是我有个问题 不知道这一系列的事情 是您想出来的 还是别人替您想出来的 这个 是韩长老跟我一起想出来的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呢 这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赶快把东西交出来就行了 我有一点不明白 这半生紫荆园 到底是给您 还是给这云山老宗主的 这个 云山老宗主呢 是要这个孩子的命 在他身上 我没有找着 这个半生紫荆园 所以我相信 一定在你身上能找着 怎么着 你还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然后我废你的斗气 把你哐 赶住这学校 怎么样 这笔账划算吧 怎么划算 我这人才两空的 我才不愿意 什么不愿意 愿意不愿意的啊 跟老师顶嘴啊 我叫你拿出来 你就拿出来 没收 明白吗 obrig 怎么划算 仰山他知道 你准备死脱半生紫荆园吗 我早想哭了 实在不行 我就杀你灭狗 可是你把我灭了狗 你怎么知道半生子局员在哪 那我就杀这女孩灭狗 你把她灭了狗 云山知道了怎么办 云 云山云山 你老提什么云山啊 你真以为我怕云山 那个老王八蛋哪 云蓝万色 五岳朝宗 云蓝万色 五岳朝宗 云蓝宗弟子 允运败会 那个我刚才不是骂 老宗主是王八蛋 我是 隔夜长老 那个是这样的 我刚才是胡说发达 好了 你别介意啊 相公 没事 有我在 别怕 小家伙 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我奉宗主之命 来抓他 你们这么多人 来欺负一个小女孩 你们云蓝宗真够要脸 小女孩 他杀了我六个师弟 你说他是小女孩 我倒觉得他是小魔头 他和你没什么关系 请闪开 他可是我相公 海老 这儿没你的事 看热闹的话 站远一点吧 一打架我就成海老了 放心吧 老小子 我不会在背后偷袭你 海报东 这里有你的事吗 我跟萧家的交情跟你比起来 就差一孙女 少废话 小老弟 你长大了 冰 冰皇 爹 爹 冰 冰皇是 冰皇是你爹 这位前辈 他可是宗主要的人 告诉盈山 我闺女杀的都算在我头上 若领导师 宗主可是给学院写过信 学院也是同意我们来抓人的 学院是同意过 让你们带人 让你们带人 至于带得走 带不走 这个我没办法做主 你 我喊一二三 马上给我滚得干干净净 一 二 一二 还请两位导师回去 帮我转告一下蜜老头 多谢了 好 这个 葛长老 我们走吧 就这么走了 是吧 我刚才给葛爷射了一针 他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到 醒了 你呀 一走就是一年 你是没家的鬼吗 你知道我派了多少人出来找你 娇气 任性 说一句就走 你说这世上 除了我谁还能照顾你 还有我相公啊 小一仙是个好姑娘 这个我 真的吗 我就知道 肖家人靠得住啊 姑爷 请受老月仗一拜 千万别 千万别 您看 您是我爹的朋友 前辈 那个时候 我是为了救小一仙 这是不当真的 那个 我爹都还不知道这事呢 我 我爹都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呢 你你爹了我来摆平了 你别看这姑娘老是跟我吵吵闹闹的 她可是我的掌上明珠啊 只要你对她好 你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你快说呀 你想要什么 好 你 你以后好好对她 别老吼她了 也不要把她赶出家门 那有什么问题啊 你放心吧 以后我再对我闺女说一句硬话 我就不是人了 闺女 你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这样 定我服了你了 姑爷 跟我出去喝一杯吧 你管我两斤 你看我 你看我怕吗 海老 要不这样 您呢 先把她带回去 我 我这边还得上学呢 等我有空了 我再 我再去看您吧 姑爷上学是阵势 咱们爷俩在家等啊 走走走 我们走 我把半生紫禁园 还有世王的寿火给你了 你好好留着 记得想我啊 记得想我啊 走啊 走啊 你说过你会来看我的 不许反悔啊 走嘛 快呀 好 你一定要来看我的啊 不许反悔 路没有 他的佛不许反悔 好 我 把123 小魔女呢 我告诉你 我一出门 就给我戳了一针 让我上下都中毒了 在哪儿呢 小魔女啊 她刚跟她爹走了 现在追后选来得及 好 好 别 不是说你有解药吗 解药 您要烧我灭口 我还给您解药 到骨盒长老去吧 我 骨盒长老他不在啊 这么这样 以后 以后上课的时候 老师少打你几拳 对吧 小眼 你这同学咋这么闹的啊 臭屁 快快快 别给老师添麻烦了 快把解药拿出来 哎呦 学院这么大 这么多能人 您为什么偏找我呢 我 哎呀 快快快快 我跟你说啊 这样 你不是跟我们纳闻小姐 有意思吗 我 我帮你沟沟沟沟沟 沟沟沟沟沟沟 沟沟沟沟 沟沟沟沟 这药啊 我是肯定会给您的 但是我给您这药呢 不是因为我怕您 我是呢 想要感激您 好 感激您上课纵 太好了 感谢您让我奋劲 嗯 还有一件事这样的 咱做人吧 不能太贪了 这 要懂得见好就收 是 是 不能为老不尊是不是 是 您看那韩风 他怎么老能把您当枪使呢 就是 咱们以后啊 不能见风就是风 好 见雨就是雨 遇雨 中年人嘛 不可以太冲动 是是是 行了行了 去吧去吧 好了 好了 有了啊 阳老 你醒来啊 本来想多睡会儿 被半生紫荆园给烧醒了 我就知道那东西对你有用 早知道我就早点吃了 阳老 贪心死我了 四小子 你怎么样 我啊 我最近啊 都快死了八百次了 我呢 先是在魔兽山脉 金子盐里面 差点被魔兽撕碎 后世被你的好徒弟韩风 也就是我的师叔 逼得差点自焚 然后那个云兰宗 刚刚找上门了 才走了 那又怎么样 你现在不是好端端地在这儿吗 有什么事都进来你安我 我又不是你娘 我这不是没娘吗 也对 阳老 我现在有了一点兽粉 我这就把半生紫荆园化开 怎么样 用焚绝 来 从中迈进 台底轮出 好 别在这儿了呀 没人吗 我都没在家 就这其实是 都不能在这儿了 每天你都在这儿了 你都能在这儿 炸的 真正吸收受火的方式啊 要从你的后脊椎 经过十二重楼 到你后脑 经过闻香穴 进入你的左脉 紫荆一世王的紫火 已经是受火里面最刚猛的 再加上半生紫荆元 那它的强度就可想而知 你现在身体里面 已经有古灵冷魂 又把不同的火 存到不同的经脉里 这样子啊 你才不会炸得粉身碎骨 我身上有八万四千条经脉 那岂不是每条都可以存活 很可惜 天底下就只有二十三种异火 加上其他火 也不会有八万四千种 八万四千 廖老 火与火之间 可以结合吗 如果我把古灵冷火 和紫火结合在一起 把他扔出去 让他在敌人身上爆炸 有可能吗 先往不送 别在这儿凉 还向我踢你是不是 可惯啊 early 来 干什么 这是 我找什么 然我送你 把它丨り来 干什么 你会帮你 我ai mentality 女儿 这什么情况 从地图上看 这儿应该就是蛇人帝国 从他们的服装和兵器来看 我敢肯定地说 这是莫家人在围剿蛇人帝国 莫家人擅长暗器女机关 甚是年 数百年来 以蛇人帝国为敌 知道的挺多呀 厉害吧 这也是我爹告诉我的 莫家人机关好厉害啊 莫家是塔格尔荒漠中最富有一族 他们的机关和兵器无人能力 我之前也只是听我爹说过 没想到 今日一箭果真如此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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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 我还想问问你们是谁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莫家人吧 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 你们莫家呀 果然是厉害 你们的机关暗器呢 真的是天下第一不同凡响 威力非凡 那当然 我们莫家的暗器肯定是天下第一 只要我轻轻一指 就算你斗气再高 飞力再快跑得再远 就算 一样给你打下来 对了 我这个兵器啊 你 哎 两个傻子 说说吧 你们是干什么的 放我们出去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你再放给我看看呗 我们又不是蛇人 你找我们干什么 哎 这火挺有意思啊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了 这网呢 是星星碎片组成的 材料是天铁 你们斗气再强 你化解不了我们莫家的动静 怎么办啊 相关 我们直接在荒漠里迷路了 听到你们的私杀声才过来的 我们跟你们莫家无仇无怨 你放了我们吧 你们擅自闯进莫家的营地 可疑得很 但你这火 有点意思 我们当家的应该会很喜欢 不过 你这细皮嫩肉的 说不定 我们当家的会更喜欢 你别瞎想啊 我是属于我相公的 你们别痴心妄想了 相公你放心 我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们碰你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也不看看你这无样 我说的你旁边这小子 你就是那个身怀一伙的少年啊 你就是那个身怀一伙的少年啊 从哪儿来啊 我们兄妹俩 就是跟家里人出来做生意的 这荒漠里面风沙太大 我们就跟家里人走散了 所以才不小心 跑到你们这个莫家营地的 兄妹 娘子 娘子 听听 听听 撒谎都不会 你有什么意乎 使出来 倒是让我看看 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就算你斗气再高 脚没了 还能再长出来吗 竖在你们脚上的 是无比锋利的天铁 千万别乱动 如果你乱动 就准备和你的脚说再见吧 把你的一伙 使出来让我瞧瞧 他把你赶紧 让我乱动 在这铁里面 一条河嵩 鱼 Nick 难道 我怎么能够 我还能够 计划 你才能够 振动 我和这个 祟来 见了 你可不看 你这跟他 我只能在你的身体上开一道口子 亲自把它取出来 那这样 我不就死了吗 可不是吗 你要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妖怪 有本事冲我来啊 冲你来 我爸脏了我的手 来人哪 来人哪 老大 要第一杯还是第二杯 第一杯 给那个出言不逊的绿丫头喝了 相公你放心 你忘了 我从小吃百毒长大的 够了够了够了 送你一杯 好啊 看来今天我是发了 居然还碰上一个恶难毒体 我们把他给炼化了 我们把他给炼化了 可以做成非常好的药底 再把他炼化了 可以做成非常好的毒箭 看来今天 你们是亲自送上门来给我的 登架呢 啊 正忙着呢 叫我干什么 大人说 他等不及了 死的都是我莫家的人 他有什么等不及的 你们把他俩给我看好了 好 两个假人 可是相公 这个怎么办啊 收获不下 还有这个 五陵冷火 见过大人 怎么 还没有攻下来吗 蛇人族根基身后 蛇人又不好对付 我们墨家伤亡惨重啊 大人 要不多派些斗气高手 一举荡平 岂不更好 我就知道我家相公最厉害了 可是相公 既然你这么厉害 你刚才为什么 不放火烧死那个年轮枪啊 我还想 但是不知道他的底细 我也不敢 贸然就出手打他呀 小心点总没错 走吧 赶紧逃 这 这就走 噓 走 我们就这样 噓 站住 站住 走 快跑 快跑 快跑了 站住 别跑 走走走走 快 站住 别让他跑了 快 快 走 走 走 来不及了 不要再以商量 知尽耕下 大人 我们墨家的子弟要是都死了 那我这个当家的也不要做了 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 有条不紊的打 生擒美渡沙 不是迟早的事 美渡沙 正准备吞噬青年碧心火 朕等他九转成功 墨家怕是就要被他抹去了 是是是 一定会赶在他吞噬一火之前打下来 只是大人 这一次 我墨家付出这么大的努力 事成之后 美渡沙归您 青年碧心火 还请一定给我们 将来魂殿攻打斗气大陆之时 我墨家 愿当马迁足 好 我还可以助你吞噬一火 让你的功力一日千里 多谢大人 这青年碧心火 我已经听闻很久了 只是不知道 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 青年碧心火 是窦帝为谁人专门炼化的 神奇之处自不代言 只要你忠于魂殿 我自会助你 好的 大人 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等等 刑营里 你又抓了什么人吗 回大人 只不过是蛇人的俘虏罢了 抓住 抓住 一定是有俘虏要逃走 大人 大人 我去看看 闪开闪开闪开 闪开闪开 我的腰顶 我的毒箭 一群废物 快射箭 射箭 准备 走 你 你 向总 你高点 小心啊 小心啊 那里 先走 那儿 地图上书清廉地心火应该就在这儿了 可我怎么还是没有找到入口呢 咱们都已经绕了四圈了 你不会是个路痴吧 相公 你别着急 你越催我 我也找不着 咱们再不快点 纳兰杰就要被堵死了 嗯 其实 我就是想跟相公多一会儿二人世界嘛 那 那 那也得等正事办完了是不是 为什么非得现在呢 恶难毒体只可以活三十岁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时间真的很长 可是对于我来说 只不过是小花开一个春天 小春过一个夏天 不会的 你的恶难毒体 我一定会治好的 一定会让你活过三十岁 慢慢找吧 咱们不着急 相公 你真好 我 我觉得 咱们现在啊 应该 应该 我刚刚那个岔路口往西走 是吗 是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 应该往北走啊 我 我这是个建议 建议 好 就听相公的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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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追 先 smash 走 找到 你在外面等我 你在外面等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神及舍母在上 舍王美杜莎虔诚祈祷 愿舍国度过此次劫难 宁愿粉身碎骨 掩护我家园 诱我沉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 进 女王 属下无等 莫八四将军 战况如何 那莫家实在怠毒杀了我族半数的士兵 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些黑衣人做帮手 现在已逐渐接近王宫了 莫家与我们争斗百年 怎么这次如此强大 是谁助了他们 看来像是薛总 莫家已经投靠魂殿了吗 不知之徒 我在窦皇境界百年 不见经济 只有吞噬青莲帝新火 才有望突破窦宗境界 击退魔家 万万不可呀 女王 蛇人族都愿为你战死 你可千万不能以身试险哪 我已经集结了最精锐的一支队伍 现在就护送女王离开 我生于私 长于私 除了蛇人帝国 还能去哪儿 女王 莫家的宫师不留活口 完全是要灭我一族啊 请你 多保重贵地 先行离开彼南 他日复国 才有望啊 不 我宁可战死 也绝不投降数倍 出去 女王 是 打扰 男儿肯定了 女王 是 女王 女王 我 谁在那儿 你是谁 我叫萧嫣 我是来举青林地心火的 我没有其他恶意 我家打进来了 气洒吞天堡 我家打进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女王大人 来不及了 女王大人 女王大人 你先出去 我帮你收着 一会儿进来猎话 好 走 不是这边 走走走走 不是这边 不是这边 拿到这个火 跑得还挺快 小哥 你等等我 你不还我了 走吧 走吧 快点 小哥 人家把劲儿等就到了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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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哥 小哥 你没事吧 小哥 小哥 你怎么了 小哥 琴灵地神灙受起来了 我压不住 好 我到现在这里 把货给 点花掉 我不 你看这片森林 走 我不走 小哥 走 我要跟你在一起 大哥 你把你弄成了 什么都要碰 当然就会不行啊 要不是我拖着你啊 你早就被烧成灰烬了 还不赶快在池子里面 好好泡一泡 心绪不要乱 你的血 肉 肚 内脏 全部都要烧成灰烬 然后在火里面再性重建 受不了的话就把火护出来 你又受罪是吗 好啊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逆着异火的方向走 如果异火反噬 那你就真的在纳箭里 永远都出不去了 现在我帮你护着心脉 你一心一意 专心观想 好啊 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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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相哥 相哥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相哥 相哥 感恩 凤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子 大有进步啊 三星大斗狮 而且还有两种义友 出去吧 爸 我看你的小女友 你该等心情了 小哥 你不能死 小哥 千万不能死 小哥 你不能死 小哥 你死了我怎么办呀 小哥 小哥 我求求你不要放弃我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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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当然没事啊 小哥 太好了 小哥 我以为 我以为你死了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的恶难毒体我都还没有治好 怎么会死呢 那当然了 因为你还没有娶我呢 小哥 小哥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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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不醒 醒不醒 小哥 你不过就在骗我了 走了走了 回银场 走了 走 走